鸿海投资的三创生活园区争议不断 那么由于包括了名嘴甚至是呢 点名说这三创园区是不是有建租啦等等的问题 波台宁他是砸大钱买下了六大报刊 跟半版的广告强调一切合法 而且表明要暂时停工 限时48个小时要求台北市政府必须要还给他们清白 但是不料柯文哲反而是跳出来反抢鸿海财大气粗 甚至是呛瞎说并不是鸿海辐射台北市政府 我觉得这个国家的财团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了 没有这回事了 台北市长柯文哲怒了 原本质疑台北秋叶原案有内幕说要查清楚 结果让飙下经营权的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气炸 喷杂六百万买广告 限期两天要柯P还他清白 今天星期一中午以前会做所有断电的工作 那希望呢48小时之内呢 市政府呢对我们这边有些回应 财团怎么可以如此的嚣张 我就明白讲 依法行事 你要停就停 到时候我就按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公家机关 不是鸿海公司附设台北市政府 郭董不好惹 柯市长脾气也硬 两个人杠上了也点燃网路战火 两派支持者彼此骂翻天 不过仔细算一下 飙下经营权后 北市府大概能进账七十亿元 北市府是赚了还是亏了 社会自有公平 但柯P郭董处理争议的方式 火药味前所未见 记者黄桂张昭鹏 台北报道